为什么飞机场起飞和降落都是一条跑道 为什么不多增几条 许多乘坐过飞机的人或许都会发现一个现象 大多数飞机起飞和降落都会在同一条跑道上 为何不再多建一个跑道 一个用来起飞 另一个跑道则让飞机降落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民航在刚经历不久的时候 起飞的次数相当至少 给其打造一个跑道完全勾用 它能满足机场内所有飞机起飞的需求 但之后选择用飞机出行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客流量也随之增多 民航的航班量也增加了 机场的跑道数量自然而然也会变多 这也是出于保障飞机飞行和内部成员的安全 因此会修建两条或多条跑道 我国有很多机场的跑道是双平行跑道 和前面说的一样 分别用于起飞和降落 飞机起降使用一条跑道的原因还有哪些呢 飞机必须要在逆风的状态下起飞或者降落 所以飞机跑道的方向要常年和本地的风向为一个方向 例如我国首都北京时常刮的风向为南北方向 所以跑道也要和此对应为正南正北方向修建 这样位于此地的机场能保证在大部分情况下 正对着逆风起飞或者降落 不要以为修个跑道所耗费的成本不高 相反造价非常高 毕竟它所占的土地面积是非常大的 并且建造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 再由于每个跑道间隔比较大的原因和机场所在地区的经济 以及人口状况也会是机场修建位置的考虑因素 通常是由机场每年旅客吞吐量和飞机跑道长度进行分类 对于土地资源缺乏不处于一线城市 人口数量也不是很多时 所修建的机场规模都属于中型经厂 跑道也不会考虑建造那么多 一两条就够飞机使用 只要能确保300座级或以下的客机起飞或降落就完全OK 飞机在起飞或降落时是否要在固定空中走廊进行呢 这是必然的 而且还不可以任意变动 必须在空中走廊进行 而且每架飞机需要在已经提前规定好的路线中飞行 考虑航班量不断增加 机场也在逐渐解决飞机起飞和降落时的拥堵问题 就比如高速公路出现拥堵的次数过于频繁 就可能会增宽高速公路的入口 但是无法将高速公路的内部做出改变 航班量在增加的同时也是如此 并不会考虑到这个因素就随意扩建飞机跑道 在现在设备配备水平以及管理水平比较高的条件下 一条跑道能在短短三分钟进行起落 更快还能做到几分钟起落呢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能做到更短的时间 两分钟一个起落 三分钟一架单通道飞机200人 一个小时4000人 算下来20小时就是8万人 通常一条跑道每年进出港可达到3000万人次 普通国际机场更是惊人 四条跑道可达到9000万人次 跑道的修建成本在整个建设成本中占比例一半左右 所以城市机场会综合考虑城市各方面发展状况 同时可以降低其成本的情况下 选择修建一条跑道 你认为还有什么原因导致飞机起落只使用一条跑道呢